法国、印尼恐攻蔡总统推特慰问 法国巴黎日前发生街头随机杀人事件 印尼四水昨日也连续爆发多起教堂爆炸事件 造成多名民众伤亡 目前无台湾民众受影响 蔡英文总统在推特上表达慰问 表示他的精神将与在法国、印尼受到恐攻影响的人民同在 台湾会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表示 外交部常无招谢已至电法国在台协会主任纪博伟 代表政府对本案伤亡者及家属表达哀悼及慰问之意 此外 李献章表示 经查目前我印尼台商侨民军安 我驻四水办事处已立即向警方了解案情 并与各国驻四水领事馆分享资讯 已立应变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